几乎每个中国人对此种三缺一的娱乐项目都不会陌生 那可千万别错过此视频 看似简单很普通的一台麻将机 它的制造工艺原来是那么的复杂 视频有点长 乐于玩此游戏的朋友 希望你能看到最后 也许能从中误出点门道 首先是要制造出麻将机的主体框架 材料一般采用的是铝合金或者不锈钢 两者各有优势 具体用料取决于制造商的设计需求 来到切割机车间 利用激光切割出不同尺寸的金属框架 并在上面开出所需的孔洞 而工人只需把切割好的钢材 放置焊接平台 按位置摆好固定即可 接下来的焊接流程 都是由设定好程序的机械臂自动完成 整个焊接过程只需几十秒即可 工人会把焊接好的框架堆放到一起 接下来制作的是麻将机内部最大那个承载托盘 需要工人把金属板搬到冲压模具平台上 冲压机你可以把它理解成小型的液压千斤顶 利用帕斯卡定律能把压力提升至几千甚至过万吨 在这种压力下 金属板很快被压成设置好的模具形状 在去除多余的边角量后 工人会把冲压好的弓箭转移到另一个冲压平台 进行二次冲压 这次冲压的目的主要是要把四周的边框压出来 紧接着下一步骤就是给塑形好的弓箭开孔 对要求不高的孔洞最简单快速的方法就是利用冲压方式开孔 到此自动麻将机最大的部件承载托盘就此完成 接下来制作的是另一个大部件 麻将机桌面那块金属面板 所利用的是激光打孔 可能有些人不理解 干嘛不像前面一样使用效率更高的冲压模具开孔 非要使用成本更高效率更低的激光开孔 因为使用模具开出的孔洞周边会留有毛刺 精细度比较粗糙 达不到麻将桌面对孔洞的精细度要求 所以才会使用激光打孔 然后开好孔的面板会被工人搬到下一个边框塑形平台 进行边框弯曲塑形 紧接着压好边框的面板会被工人搬到下一个焊接平台 并在面板背面相应的位置摆放好金属固件 利用机械臂进行自动焊接 这个步骤的目的是为了增加金属面板框架的整体结构性 到此自动麻将机最大的两个金属固件已制作完成 接下来到达住宿车间 这些被称为聚乙烯的颗粒就是制作各种塑料工件的原材料 会被传送管道运送至住宿设备内部 利用高温溶解成液态聚乙烯 经过高压填充至预先设定好的模具中 等待模具冷却后固化成形为想要的塑料工件 比如洗牌托盘 洗牌扇液 电机组框架等等 都是麻将机内部所需要的塑料配件 之后工人会利用锋利的刀具 把塑料工件边框的毛刺打磨处理掉 下一步骤就是麻将机的组装 组装又分为两大步骤 第一步骤称为预组装 就是先把一些细小配件安装到大的部件中 先从电源托盘开始 工人会把变压线圈安装到托盘中 扭紧螺丝固定后 再把各个线源接头按照预定的线路接好 最后利用扎带把电线处理整齐 到此 总供电系统算是组装完成 接下来到主体框架的预组装 一台自动麻将机上的大小电机不低于十个 首先是四个方向的上排电机与散液风扇 如果没猜错的话 现在安装的应该就是这四个位置的上排电机 打螺丝这种工作需要的是速度 技术含量并不高 熟能生巧 接下来是发排通道的安装 到此 主体框架上的四大电机组便安装好了 下一步就轮到麻将机发排系统的组装 现在安装这些白色塑料部件 是要创造出一个倒排通道 麻将排会在通道里面整齐地滑动 在这 顺便讲两句题外话 经常听到有学生这样说 不读书大不了经常打螺丝 现在你看到了吗 打螺丝的活慢慢地正在逐渐机械化 这个倒排通道组件由电机驱动 现在安装的是齿轮与连轴器 在各个转动部位都需要涂抹润滑质 然后翻转背面 再安装驱动电机 固定好电机接好插头后 再把塑料组件反转过来 在电机轴上套上发排拨干 最后安装盖板进行保护 宁锦罗斯给发排拨干扣上装饰件 在一台麻将机上 这种发排组件一共需要四个 现在组装的是麻将机摇骰子那个装置 骰子滚动的动力来源于这个小电机 这几个红色零件是控制按钮 再到控制面板的电路板 把面板放到定位平台 由机械自动打螺丝扭紧 骰子小电机线路的焊接由工人负责 丢入两颗发排骰子 最后盖上玻璃面板 到此 自动麻将机的控制面板组装完成 现在来到了总装车间 之前所有预装好的弓箭 都会在这里组装成一台完整的麻将机 工人先将承载托盘整齐排列到 流水线上 再把升降装置分配到每个托盘上 利用气动扳售上紧螺丝 随后有两名工人把承载托盘翻转过来 在其背面安装上两个电机 一个电机负责控制面板的升降 而另一个电机负责排队的移动 下一步骤是要把供电系统安装到承载盘背面 先捋清每根线的用途 以及放到该放的位置后 再把两个电机插头接通电路 利用扎带固定线数 把电源托盘倒扣后紧固螺丝 至此 承载盘背面的工序算是组装完成 接下来就到承载盘的正面洗牌系统的组装 工人先把四个方位孔洞的线数固定整齐 再承载托盘的四项加装四个支撑脚 用来支撑上面的麻将桌面用 现在安装的一圈小滚轮是用来承载洗牌底盘旋转用 工人会在每个活动部位抹上润滑汁 在升降轴套入这个轴承是承载洗牌底盘用的 在四个方位再抹上粘合胶水 再放入一块定位托板 在胶水的位置安装四块大磁铁 有了这四块磁铁在洗牌时麻将才会统一翻转背面 至于麻将机的工作原理在视频后面会有讲解 现在该轮到安装洗牌底板了 而上面刀片扇叶的作用是把麻将牌拨动到洗牌边上 然后就是洗牌盘的紧固件 紧固件需要外壳保护 免得洗牌时被麻将碰撞导致松动 洗牌底盘安装完毕继续组装控制面板的底座 下一步就可以安装发牌组件了 只见工人把发牌组件扣在洗牌底盘上面 然后就是安装四项的电机 这四个电机是负责四个方位的发牌系统运行 具体它是如何洗牌发牌的 在视频后面会讲解麻将机的工作原理 在四个电机被固定好后 就轮到安装四个方向的导牌传动组件了 工人先把电机插头接上 然后用螺丝把组件固定 在发牌时 麻将就是在导流通道移动到桌面的 现在轮到麻将机桌面板的安装了 先用螺丝把桌面四个角固定到支撑脚架上 麻将桌的金属桌面表面还要覆盖一层毛粘桌布 这块桌布是自带3N胶直接粘在金属桌面上的 紧接着工人拿出锋利的美工刀 在金属桌面对应的位置上进行开孔 接下来就到洗发控制面板的安装 这个相对简单 接好插头 扭紧固定螺丝即可 至此 整台麻将机的全部组件安装完成 接下来的就是通电测试 测试洗牌 发牌 上牌 摇骰子等各个部件 各个功能是否正常运行 最后 会交给专业的质检师 对每台机器的各个功能进行最终的出厂检测 那么自动麻将机又是如何洗牌 上牌 发牌的 首先 自动麻将机所使用的麻将 与普通的手搓麻将不同 它每一块麻将内部都放有磁铁 当洗牌底盘旋转时 上面的刀片拨条固定不动 麻将就会被它拨到边上 在四个方向这个称为上牌轮 它内部都含有磁铁 会把从此处经过字面朝上的麻将 一一吸上传送通道 而在传送带的尽头 有一个感应装置 每当它推入一张牌 它都会计数 当推入的牌数量达到设定的数字后 传送带会反转 把多余的牌退回洗牌盘中 旋转的洗牌盘会把它带到下一个吸牌轮的位置 那么麻将在洗牌过程中 它是如何做到全部统一朝一个面翻转的呢 麻将内部有一块小磁铁 而在洗牌盘下方四个方位都安装有一块大磁铁 它的磁鸡方向刚好与麻将正面同级排斥 所以 每当有字面朝下的麻将经过洗牌盘大磁铁上方位置时 都会受到它的排斥力导致麻将翻转 这就是自动麻将机的洗牌原理 都看到这了 能否点个赞再走